中国在全球的创新指数排名 由2012年的第34位 上升至2023年的第12位 成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创新科技在不同场景的应用 如何为普罗大众创造智慧生活体验 首先来看看5G 截至2024年6月底 中国已经建成超过391万个5G机站 完成全国所有地级市 和完成城区的5G网络覆盖 5G网络通达乡镇 令到偏远山区的民众不再与世隔绝 桃花暂放的春天 是西藏林芝最美的时节 当地通过5G网络 推出桃花美景曼直播 被各地观众触不出户就可以欣赏美景 其他院士的农特产 也都可以通过5G网络 现场直播带货 实验富农轻农 而在人工智能的协助下 无人驾驶近年也由科幻电影走进市民的生活场景 目前中国已经有20个城市 展开大规模无人驾驶的士服务测试 中国的网纠发达 快递包裹数量越来越多 物流速度就越来越快 背后同样连开人工智能科技的应用 在无人物流货仓 商品和货物的出仓入仓 运输 包装 分类 都可以由智能系统和机械设备一手包办 除了5G和人工智能技术 大数据技术的普及和应用 也推动中国各韩国业的数字化转型 杭州曾经是全国第二塞车城市 在启动城市大脑方案后 利用大数据改善交通 形成城市交通实时大试图 提供交通优法方案 令塞车指数排名 逐步下降至全国第31位 讲到智慧生活体验 不可不提的还有移动支付 中国移动支付普及率世界第一 已经深度融入一常生活 继数码、策念和指纹支付后 总出现策掌支付 将手掌放在专用设备上 掃描掌文 一两秒就可以完成交易 移动支付快速发展背后 同样离不开5G 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识别 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支持 而移动支付的不断革新 印证国家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 和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